大家好,这里是古运学堂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自古以来,冬天的刺骨严寒是某些老人家的催命符,有些人扛过了,自然就劫后余生,有些人扛不过,就只能到此为止了。 既然说冬天可怕,对于普通人来说,哪个年龄段的冬天最可怕呢? 也许,就是跟酒有关的冬天,有些人喜欢酒,认为这个数字象征了常常久久,而民间的观念是,酒这个数字的年岁不好过。 比如,我们所熟知的49岁,就是人生的一大关卡,49岁再难,那时候我们还年轻,问题不大。 而59岁,以及69岁,才是真正艰难的开始,中年人和老年人最大的节,都跟59岁和69岁的冬天有关,点个订阅,观看视频不迷路。 谈到59岁,就不得不谈到退休的问题,有些人希望快点退休,未来就能拿养老金,过点轻松安稳的小日子了。 在他们看来,每个月既有钱收,又有生活可以享受,绝对过得很幸福。 没想到的是,有些人领了几个月养老金,就突然离开了,不是心脏有问题,就是血管有问题,或者某些并发症出现。 反正,所想的,跟现实的,存在一定的差距。 幸运点的,也许领了几年养老金,就归去了,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只能说,一切的福获,都要看59岁那年的情况。 年轻的时候,有些人特别拼命,根本没有想过身体能不能承受。 后来,等身体透支了,他们也不在乎,这就会造成一个情况,早年的透支,晚年的受罪。 在59岁那年,有些人身强体壮,而有些人的身体孱弱不堪,再不退休,也许就扛不住了。 一退休,前者可能衰老得比较慢,而后者或许熬不过某一年的冬天。 虽然说人不要透支,但对于普通人来说,四五十岁的时候,正是大量用钱的关键时期,又有谁能不拼命赚钱呢? 只能说,普通人的宿命终究不太好,以往的选择,不能说好坏,只能说身不由己罢了。 69岁是无数老年人的劫难,按照年龄来划分,50岁到59岁是一个年龄段,60岁到69岁是一个年龄段, 所有的酒都代表了旧的年龄段的结束,以及新的年龄段的开始。 结束和开始的分界点,就是一个门槛,达到这个门槛的人,自然能顺利通过,而达不到这个门槛的人。 也许会步步艰难。 从70岁开始,民间就有这么一句话,多活一天,就是多赚一天,也就是说,人活到70岁, 这应该是多数人都能做到的事,70岁以后会遭遇什么,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,任何人都无法预料。 60岁到69岁到底有什么难呢? 三点,第一点是身体的问题,第二点是钱财的问题,第三点是意外的问题。 有些人过了60岁,就在医院和家庭当中保持两点一线的往来,不是昨天做手术,就是今天去开刀,亦或是明天去化疗。 这种情况,持续不了几年,人就归去了,或者,有些人没啥钱,得了病也不敢去医院,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,意外就更不好说了。 有些人无灾无难,而有些人多灾多难,一切都是命。 59岁和69岁的冬天,就是一道关卡,我们常说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 对于这句话,不少人的理解是,只要到了冬天,就能期待春天的到来了,这是浅层次的理解。 而深层次的理解是,在难熬的冬天当中,熬过去了,自然会遇到春天,而熬不过去,那所有的期待都会化为泡影。 只能说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有些中年人和老年人,就在一冷一热的过程中,离开了,空生而来,空生而去,为什么地球会有一年四季,而没有一年三季? 这一年四季,就代表了四种状态,春天的年轻朝气,夏天的热情似火,秋天的萧瑟悲凉,冬天的大雪纷飞。 悲凉的秋天,刺骨的冬天,皆是送别的季节,而生机勃勃的春天,以及热情似火的夏天,则是休养生息的季节。 人,生活在地球当中,自然只能按照地球的规律去生存,如果违背了自然的规律。 也许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,就跟污染一样,只会祸害人类自己。 人,不妨心怀敬畏之心,在哪个年龄段,就做哪个年龄段的事。 如此,方能更好地应对结束,顺利过冬。 冬天即将来临,人们开始准备迎接挑战。 温暖的围巾,厚实的大衣,热气腾腾的火炉,无不显示出对寒冷的抵抗,与对生命的真爱。 寒冷的冬天,给人们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。 然而也正是在挑战中,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,不断成长。 虽然冬天带来了寒冷和困境,但人们从不畏惧。 他们学会了与冬天相处,学会了给予的时候收获,学会了给身心充电,为迎接春天做准备。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。 它们的更替,让人们体验到丰富多彩的人生。 正是因为有了四季的轮回,人们才能更好地感受到生命的变迁和成长的意义。 在世界的轮回中,我们要学会适应变化,顺应自然,保持敬畏之心。 只有这样,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度过寒冷的冬天,迎来美好的春天。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中,适应变化是我们生存的必然选择。 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更替,我们也要学会随着这个循环而前行。 寒冷的冬天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挑战和困扰,但只有我们拥有积极的态度和坚韧的意志,才能在冰天雪地中找到温暖。 寒冷的冬天虽然给人们带来了寒意,但它也蕴藏着不可思议的美丽,冰雪覆盖的大地仿佛是一幅精美的画卷,那无处不在的纯洁与寂静让人陶醉其中,而飘落的雪花如同天使的羽毛,在寂静的空气中舞动,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空间,冬天是一个让人忍受艰辛的季节。 但细细品味其中的美丽,我们会发现它不仅是坚强和冷酷的象征,更是一段充满希望的旅程。 在正是这些挑战和寒冷的同时,我们还要学会顺应自然,与大自然和谐相处,尊重自然规律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法则,寒冷的冬季给我们提供了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,我们可以欣赏冰封的湖泊,冻结的瀑布和穿行的冰道。 尽管寒冷使我们感到不适,但只有当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,才能真正领略到大自然的伟大之处,在冬季的大自然中,我们能够看到秩序和规律,深深体会到自然界的神奇。 然而,尽管冬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事物,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危险和困难,严寒的天气使道路结冰,行走变得困难,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。 此时,我们需要格外的小心,及时做好防护措施。 同时,人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了威胁,寒冷的天气容易引发一系列疾病,因此,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增强自身的免疫力,保持健康的体魄。 度过寒冷的冬天并不容易,但只要我们保持敬畏之心,乐观向前。 我们并能迎来美好的春天,在人生的旅途中,我们会遭遇无数挫折和艰难,但只要我们坚持信念,与内心的深度对话,我们能够找到前行的勇气和动力。 冬天不仅仅意味着生存的艰辛,更重要的是,它给我们带来了成长和奋斗的机会。 每当我们感到疲惫不堪,迷茫困顿的时候,不妨停下脚步,仰望天空,冰天雪地中的寒冷,使人心灵更加深沉,也使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阳光和温暖。 正是因为有了寒冷的冬天,我们才更加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和美好。 终究,世界的轮回不停地循环,没有永恒的寒冷,也没有永恒的温暖,只有在适应变化,顺应自然,并保持敬畏之心的前提下,我们才能够从冬天中找到春天的希望,继续向前走。 因此,让我们一起学会适应变化,迎接世界的轮回,过好每一个冬天,迎接属于自己的美好春天。